哈喽,安娜达 今天崇哥要来给大家填坑了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 有一部非常特别的 由西游记衍生出来的神话剧 主角居然是牛魔王父子 男主角焦叔 也被大家称为 史上颜值最高的牛魔王 话不多说 马上就跟崇哥来回顾这部 童年的经典神话剧 红孩二 你让我抱一抱啊 抱一抱 男主角红孩二 他一直生活在火焰山的火云洞里 他的老妈铁扇公主 还有他的奶奶 对他非常的溺爱 所以红孩二的性格 就非常的嚣张 顽皮 他经常在附近欺负别的小妖怪 而他的老爸牛魔王 是妖界第一大帅哥 而且也是第一好老公 他不仅要养活一家老小 而且还会维护 火焰山的安保工作 绝对不允许不良妖精 来欺负他老婆 好一个三无产品 到了红孩二过生日的时候 牛魔王还给他送了一匹小马 这匹马居然还是天上被贬下凡的小仙马 拍马翁 你是谁 小主人 我是你的小马呀 看来牛魔王对他的妻儿都非常的好 可是红孩二有个怪病 虽然他已经修炼几百年了 可是身子长不大 每一年都要过八岁生日 我已经过了一千年的生日了 每天都是八岁 我只要九岁 一次生日宴上 他耍小脾气 把他的妈妈铁扇公主给祈祷了 妈妈痛心病发作了 我晕倒了 原来他的妈妈有痛心病 为了给老妈治病 他就背着老妈去求狐神帮忙 狐神就给他开了一剂草药 你必须在明天日落之前把药采回来 红孩二知道 可是他在采药的时候 被一只狐狸精小狸给看见了 小狸就告诉红孩二 东土大堂有个唐僧要去西天取经 据说吃了这个唐僧肉 可以治百病的了 红孩二听了小狸的忽悠 真的去拦截了唐僧 他的三味真火相当的厉害 成功从孙大圣的手中抢走了唐僧 愤怒的悟空一个惊斗云 飞去了老牛家 铁山公主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和孙悟空吵了起来 牛魔王夹在中间也是好为难啊 一边是昔日的好兄弟 一边又是他深爱的老婆 实在没办法 他只能和孙悟空来了一招苦肉计 他说他这个儿子几百年都长不大 都怪孙悟空的了 就因为孙老弟的一个笑话 让我们的孩儿早产了 他害得你长不到18岁 二世永远只有8岁 原来是孙悟空的一个笑话 笑得铁山公主早产了 所以才害得红海儿永远都长不大 所以到底是什么笑话呢 可惜这部剧没有拍 各位小伙伴有没有什么笑话 可以有这样的功效 可以发在评论区里分享分享 知道了这个事 红海儿更生气了 他要立刻把唐僧给争了 好在他的小跟班拍马翁 知道唐僧大有来头 他却偷偷地把唐僧给放了 结果半路 被那个小狸给截胡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狐狸精的阴谋 后来红海儿追了上来 和他打了起来 他们打得难舍难分的时候 观音大士突然出现 菩萨出手救了唐僧 还用一道神水 洒在了红海儿的身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长皮王吗 红海儿还是不服气 他还想去偷了菩萨的瓶子 被当场抓包 这个时候曾经被他欺负过的小妖怪 一起跑来告状了 菩萨得知了洪海儿的恶行 就决定要处罚这个孩子 菩萨收了他的法力 把他打入了人间 洪海儿来到了东海边的一个小渔村 菩萨不仅收了他的法力 还把他变成了一个哑巴 若你做的是好事 你的法力自然会施展 若你做的是错事 你的法力自然就会消失 为了保护红海儿的安全 他就把红海儿身边的小跟班拍马翁 变成了一个乞丐大吉 让他跟着红海儿 他在渔村被花大娘给收养了 他的小跟班也来陪着他 他还在渔村里面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姐姐 环珠 他就在这东海的渔村潜行改造 而此时在东海里面 有一个龙三太子 这个家伙平时没啥正事干 就是好似 经常派他的归尘像到人间寻找美女 这不他就瞄上了渔村的环珠 他故意施法 让雨淋湿了环珠 为的就是可以偷看环珠换衣服 大哥你知不知道 在西游的世界里面乱下雨是要被砍头的 你居然用来调戏女孩 好在红海儿他们这个时候回来了 打断了他偷看的行动 偷看计划失败以后 他就装好人 说要留在环珠家 教渔村的孩子们读书 但他根本就不会教书 对小孩子一点耐心都没有 只要环珠姐姐一走开 他就会暴露本性 环珠那个蠢丫头 现在已经倾心于我 不用几天 他就会献身于我的 那我告诉你了 龙少爷他不是好人 自爆咯 这个时候龙三太子爷不装了 他要对环珠霸王一上功 红海儿站出来要保护环珠 反遭龙三的殴打 没想到龙三无意中破了红海儿的法术限制 红海儿直接给他一个反击 把他龙珠都给打呕出来了 龙三只能逃跑了 事后红海儿就把龙珠送给了环珠姐姐 这龙珠可他们龙族人的精元所在 就差不多是修炼的内单 龙三太子当然不能拱手相让 他跑来找环珠要龙珠 环珠受到了惊吓 直接就把龙珠给吞了 龙三很生气就要杀了环珠 没想到周围的渔民听到了声音 一起冲来围殴龙三 没了龙珠 龙三也没法力了 他被附近的村民打下了山崖 村民们害怕遭到龙宫的报复 就决定要毁尸灭迹 你们这是要腌龙肉吗 就在他们要处理龙三尸体的时候 龙母出来找儿子了 发现儿子被人搞死了 龙母伤心欲绝 可毕竟是他儿子跑到人间来作乱 有错在先 龙母也不能大开杀戒 于是他就使出了一个阴招 他让所有的小鱼小虾全部撤离东海 这样子渔民们就再也捕不到鱼虾了 红海儿觉得这一切都是他惹的祸 他决定去龙宫赴金紧罪 他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回渔村的正常生活 你要牺牲自己 换大家一命 没错 红海儿 红海儿舍身取义 感动了菩萨 然后菩萨随手一挥 就把红海儿给复活了 感谢光阴大师再次重生 龙母惊呆了 没想到这孩子上头有人 我上面有人 为了让龙母消气 菩萨就安排村民建了一个龙太子庙 只要供奉满十万香火 龙三太子就可以复活 如若龙少爷能够得享十万香火 那时龙少爷就可以重生了 你们这是把哪吒的剧情一拆为二了吗 为了奖励红海儿 菩萨还给红海儿披了一个暑假 让他回家探亲 然后这次他回家探亲 可不太平 红海儿前脚刚回家 后脚就来了一个九尾妖狐 他已经修炼了千年 他来咨询菩萨怎么样才可以成仙 菩萨就告诉他 在火焰山有一个法宝可以助他成仙 可是火焰山常年都烧着大火 他根本没办法寻找金河碎 于是他决定去偷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扇灭火焰山 可是他打不过铁扇公主 反而被打成了重伤 叶童果然是巨炮脸呢 各位小伙伴有没有看出来 其实铁扇公主和许仙是同一个人演的 受伤的九尾狐逃跑以后 就撞见了牛魔王 看见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受伤了 怎么可以不管呢 牛魔王居然把她抱回家智商了 这可气死铁扇公主了 九尾狐为了得到芭蕉扇 他就故意挑拨牛奶奶和铁扇公主的婆媳关系 这九尾狐甜言蜜语的 把牛奶奶哄高兴了 还说了她为干女儿 你就收这个九姑娘为义女 你们以后啊 要像一家人一样对待她 听到没有 你挨个屁啊你 就在老牛家混乱之际 唐僧取经团队也徒步走到了火焰山 他也想借扇子删灭火焰山 铁扇公主当然不肯借 牛魔王又只能使出了苦肉计 我儿子被你害得永远只有八岁长不到 就是不能给我生个孙子 孙女让我抱一抱啊 抱一抱 可真是个可怜的牛牛 不过好在她的儿子洪凯二 已经被菩萨给点化了 他出面求情 求他老妈把扇子借给悟空 九尾狐本想跟着孙悟空 在火焰山寻找金河岁 没想到孙悟空那帮人走得非常的迅速 还没等九尾狐来找金河岁 唐僧他们都已经走过去了 火焰山的火又烧了起来 师父 咱们终于过了火焰山了 你说谁叫你动作那么慢呢 九尾狐只能另外想办法得到八交善 他找来了一群他的小狐狸姐妹 每天都陪在牛奶奶的身边 把奶奶忽悠得可开心了 奶奶给你们说个故事哈 曾经有个牛奶奶喜欢喝榴莲牛奶 有小孩的地方就比较开心啊 现在牛奶奶都不喜欢她的孙子洪海二了 就是你们两个小婚姓 哎哟 这个孩子越学越讨厌了 这帮小狐狸 是不是很像现在那帮卖保健品的人 牛奶奶我帮你吹杯 牛奶奶我帮你吹吹 牛奶奶现在家里谁都不信 就听这帮小狐狸的 而且他们一起引诱牛魔王 好在老牛不吃这一套 铁山公主已经被姐小狐狸给气死了 但一路之下就把这群小狐狸一起给嘎了 然后做成了美味的狐狸夜 请九尾狐吃 九姑娘你见识广 你一定能尝出这是什么东西 太残暴了 没想到九尾狐那么难忍 真的把狐狸肉给吃了 九尾狐狐就不干了啦 为了给她的好姐妹报仇 她就跑去牛奶奶那边挑拨 说她的孙子红海二一辈子都长不大 以后怎么给她抱丛孙子哦 不孝有塞 无后为道 是香火的事啊 是不能见在红孩儿的身上啊 嗯 Emma 你们这群修仙的妖精 居然还演起了人类的狗血剧 都修炼千年了还要抱丛孙子 牛奶奶就整天装病 逼着牛魔王娶九尾狐做她的小妾 铁扇公主端要来照顾婆婆 结果还被九尾狐下了毒 这下可好铁扇公主洗不清了 老牛家把铁扇公主赶出了家门 红海二就跟着铁扇公主一起走了 从此以后牛魔王就日日买醉 九尾狐也是形影不离的跟着她 一日喝醉酒 突然一个壮汉拦住了她的去路 三头龙 三头龙 他不是被玉帝困在须弥山吗 什么事情总得有个期限嘛 这个家伙是三头龙 他原本是南天门的保安 可是因为调戏仙女 就被玉帝打下了凡间 下凡以后还不老实 找了牛魔王的老爸约驾 打了一半还没有分出胜负 玉帝就把他派人给抓了 给他判了一个三千年监禁 玉帝只说求我三千年 早两天期限到了 这不又恢复自由了 现在牛魔王老爸死了 他就要找牛魔王约驾 可当他看到牛魔王身边的九尾狐 当场就沦陷了 你到底想什么呀 我想让你嫁给我 臭妖脸 Emma 这不是上天送礼他的工具人吗 想娶我容易啊 去帮我偷芭蕾呢 我要你服服帖帖 心甘情愿的跟我走 那就等你拿到芭蕾扇再说吧 这三头龙可是强硬派 他直接就抓了牛奶奶 逼铁扇公主交出芭蕾扇 这个时候牛奶奶闷逼了 他就马上和铁扇公主和好了呢 然后他们就和三头龙打起来了 牛奶奶被一掌打得不知所踪 铁扇公主也被三头龙给抓了 他就是不肯交出芭蕾扇 而牛魔王又被九尾狐给带走了 九尾狐表现得非常可爱 非常单纯 牛魔王对他是百分百信任 老奶奶 我真是对不起你啊 我晕倒了 现在没有人可以救铁扇公主 红海二只能去求土地公帮忙 土地公告诉红海二 佛祖有一个法宝波头 可以对付三头龙 而波头正好就藏在了东海渔村 既然如此 我们就去东海渔村 顺便看看环珠姐姐他们 这个波头已经变成了一个聚宝盆 被一个村民给霸占了 这个法器非常的神奇 你丢一两银子进去 就会变出二两 这盆啊真是个宝物 你放一样东西进去 它能变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 好家伙 这不就是神万山的聚宝盆 三头龙知道了他们的计划 已经提前来用铜子血 把这个波头给破了 红海二又去找三头龙拼命 走到山崖下 看见了被抓的奶奶 他救了奶奶以后 就赶紧回去告诉他爹真相 都是我错怪了公主 都是他们干的好事 真的啊 对对对 都是别人的错 最后还是牛魔王出手 救了他的老婆铁扇公主 红海二还和他老妈联手 一起干掉了九尾狐 原来之前那个小李 也是你的姐妹啊 牛魔王和三头龙 也来了最后的决斗 他们的法力不相上下 三头龙就要带着他 跳进雷池 同归于尽 经过这场恶战 牛魔王神奇般的活了下来 他变成了一座雕像 落在了东海渔村 村民们就以为 他是什么神仙下凡 就把他给供起来了 我看得把他供奉起来 嗯 对供奉起来 到了晚上 牛魔王就复活了 可惜他的牛角被打断了 好心的环珠姐姐 就把他接回家了 等牛魔王洗完澡澡以后 哇哦 居然是个美男子耶 环珠的心 扑通扑通的乱跳 可惜牛魔王现在 不但失去了法力 还失了意 那你连自己是谁 因为牛魔王失忆了 环珠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阿牛哥 阿牛 我回来了 好家伙 你们这是把 以天屠龙记 也给融合进来了吗 哇 臭八怪变成英俊美少年了 从此以后 阿牛就和环珠在一起生活了 直到有一天 东海的小龙女 出来巡视 她发现 这个新来的村民 阿牛 从来不吃牛肉 最爱吃草 而且特别怕冷 小龙女就已经猜到 阿牛是牛魔王 而铁扇公主也随后赶来找她 她刚好撞见了 牛魔王和环珠那么亲近 还看见牛魔王 把他们的情侣手链 送给了环珠 他没有多问一句话 气得就离家出走了 红海二觉得事有蹊跷 就赶紧跑来渔村找老爸 可是牛魔王失忆了 不记得他这个儿子了 为了验证他的真身 红海二居然还拿来了一台 测谎仪 阿牛 你是不是牛魔王 不 不是 测谎仪没有反应 另一头 那个三头龙也没有死 上一次和牛魔王进入雷池 她也元气大伤 九尾狐的妹妹小黎救了她 她说她现在想要恢复法力 必须要吃到最滋补的龙气 只有龙气 才能抑好我的病啊 你放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 小黎突然就想到 龙三太子在渔村建了个庙 刚完成十万柱香火 又恢复了人形 我终于复活了 可她刚恢复人形 也没有什么龙气 小黎就跑来忽悠龙三 她说她可以帮助龙三 快速地恢复龙气 你这本魔大行 能帮得了我什么 本姑娘可以帮你恢复功力 龙三还找来了 她的妹妹小龙女帮忙 在渔村摆起了一个 幸运轮大转盘 他们通过这个活动 收集渔村男人的阳气 虽然龙三的龙气逐渐恢复 可渔村的男人们 却越来越憔悴 红海二察觉到了渔村的异常 发现了龙三的恶行 他二话不说就去找龙王告状 龙王害怕儿子再惹祸 就把他抓回龙宫关禁闭了 先把龙儿压到牢中 这个时候小黎潜入到了龙宫 他偷偷地放走了龙三 龙三瞬间爱上了小黎 没想到他这么漂亮 还这么善良 可他没想到 这小黎湿沉棉北 小黎直接把他送去 给三头龙补身子了 可怜的娃儿 另一头牛魔王失忆了 还在渔村和环珠过着简单的日子 环珠就暗示阿牛哥 咱俩是不是该进一步发展了啊 难道你宁愿孤独一个人吗 人始终要找个好伴侣 才有个好归宿啊 我没有想过这个事 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很好啊 你还是休息吧 那你一个人好了 虽然他的单身理论喊得很响亮 可他和环珠还是日久深情的 他不可以辜负环珠对他的一片真心 于是他就向环珠求婚了 我想跟你求婚 你可不能发挥啊 可是新婚当晚他喝多了 他醉晕了过去 他在梦里看见了自己的妻儿 他当晚没有和环珠动房 他说他在梦里看见了自己有妻儿 我告诉环珠说 我是有妻儿的人 所以不能跟他结婚 为了阻止牛魔王完全恢复记忆 三头龙就化身为一个书身 他来蛊惑环珠 如果真的爱阿牛 就要对他死缠难打 如果你爱他 你就应该去争取 我不会破坏别人的家庭 那以后你一定会后悔莫及的 他还告诉环珠 阿牛会在睡觉的时候 从梦里慢慢恢复记忆 所以呢 不给他睡觉就可以了 阿牛 我有睡觉别弄我 阿牛 起来呀 Emma 你这办法能拖多久啊 环珠就每天晚上不给阿牛睡觉 可是天命难为 阿牛半夜出去抓田鸡 居然被雷给劈了 他瞬间就恢复了记忆 多亏了那道闪电 让我恢复了记忆 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 得知牛魔王恢复了记忆 三头龙也坐不住了 他就用法术控制了环珠 偷袭了牛魔王 还绑架了红海二 现在是怎么利用这臭小子 他们父子俩 来换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我就很费姐 九尾胡斗琴死了 你们还抢芭蕉扇干嘛 我很费姐呀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小龙女跑过来 找到了牛魔王 说有一把神器神刀 也是磕三头龙的 我知道三头龙最怕的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大王神刀 他们就赶紧找来了神刀 牛魔王有了神刀 轻松就打败了三头龙 可是在混战中 环珠被打瞎了双眼 三头龙就趁乱逃跑了 环珠觉得自己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就选择了跳牙 好在是铁扇公主把他给救了 你现在安全了 多谢夫人 许仙 你这是要和人家跳舞吗 牛魔王一家三口也复合了 可是三头龙跑了以后 还是不服气 他来到了妖魔宫 发现了明界王 明界王是明界的主人 拥有支配整个明界的力量 他就想借用明界王的力量 干掉牛魔王 可明界王表示 借他法力可以 但必须要拿他最心爱的女人来祭祀 不仅你心中有所爱 却又骗我说无所爱 什么 我不喜欢上了小黎 哪泥 你什么时候又和小黎好上了 你做这些事情不都是为九尾狐报仇的吗 三头龙表示 他现在最喜欢的人就是小黎 而小黎知道 自己要被拿去献祭的时候 居然非常的欣慰 主动赴死 原来小黎也爱上了三头龙 小黎被献祭以后 三头龙也获得了明界王的力量 现在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 他要牛魔王交出火焰上的金河碎 他拿到金河碎以后 二话不说就给吞了 然后下一秒就 自爆了 金河碎是一个圣物 他不会被邪恶的力量控制 好吧 这反派死得也太草率了吧 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 红海二也算是修成正果 菩萨就收了他 做了善财童子 那就做我的应财童子吧 谢谢各位娘娘 而阿牛也和还珠做了告别 他说他只爱铁上公主 我只希望 每年在我们相识的那一天 你都可以激情吗 我答应你 我也祝福你 阿牛 阿牛哥 你是属兔的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剧我小时候看可欢乐了 这部剧开创新的 让西游记里的妖怪做了主角 再加上当时演员们的演技 和颜值都过硬 所以整部剧看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 特别是焦叔在演这些喜剧的时候 真的是太欢乐了 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很好啊 好啦 最后归求各位小伙伴 记得点个赞赞 以后虫哥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玩的剧集哦 没有天庭许可 没有我许可 没有老婆许可 就是咱们 完结 撒花 最后归求各位安娜达 给大头虫点一个订阅 你的订阅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头虫是虫哥说定 你在油管的唯一照号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么么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